大師兄 林志勝 歡迎回來野球迷人坊 再次掌聲歡迎大師兄林志勝 大家好 大家好 好好好一點喔 非常好 對 我們上一集才聊到他的 業餘的時候加入合作金庫 對 然後現在我們認真來探討 這個加入職棒的時候 我問你那時候 那時候你想要加入哪一支球隊 對 沒關係啦 對啊 我那時候 你說講興隆就好了 那時候有六隊 那時候有六隊 對 那時候我家因為是道教拜三太子 我都有拔拔 拔拔你看是不是 兩個球隊連續三個型拔是 陳泰科布拉 跟中興兄弟 那時候是兄弟相 然後我想說 因為那時候兄弟相很有名啊 人氣啦 人氣很好 那時候 就是 第一次球到第一金床被選到 好真實喔 很失落 可是後來 後來因為 因為他的制度其實是有一點弱 好像很多球員都是被選到 對啦 然後可能 坦不容那個 合約 然後就必須再隔一年 對 所以 會多等一年的 會比較辛苦 然後如果你在這個球隊 剛好我覺得 第一金床選到我那時候 雖然我很氣餒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反而有自己 有發揮空間 然後教練很看重 我就 順勢操作 就直接 就沒有有什麼 合約就談得很順利 這個就是命運啦 真的耶 那一般來說 從業餘或者是學生實習 一畢業之後想要加入職棒的 當然他們就會去選擇 人氣比較旺的一個球隊啦 那就 可能計畫趕不上變化啦 那最後他選擇到第一金剛啦 然後也是把整個一個 這支球隊的整個一個 成績 就很大的一個轉變啦 也是 他們也是透過 就像劉介廷這個領隊 去慢慢來去 如何去經營這個球隊 然後就慢慢 也變成職棒球隊裡面的 非常戰力比較強的一個球隊啦 對 那也是要透過選秀啦 那所以是 那時候是在2000年 2004 2004年的時候 開始加入職棒 沒有2003是代訓 先進去半年 然後2004 退伍6月2號 再進職棒 哇 那你那時候有沒有 一開始上去的時候 跟一些前輩打球 會覺得壓力很大的嗎 不會不會 因為我們在代訓那半年 我們就已經有相處了 熟悉了 不是說一選進來 現在選進來 然後 第一次遇到學長 會 會緊張 因為現在是季中選秀嘛 所以有的是 可以馬上進來比賽 有集戰力的話 嗯 那可能會有一些 害怕 或者是喔 跟第一次上去會緊張 可是 那時候是 剛好有那半年的時間 那你會適應 去適應 然後你就會 你覺得那個 組織就會出來了嘛 那個球隊的氛圍就會出來 就會不會差很多 對 那你去上去比賽 雖然會緊張 嗯 因為那時候第一場是對新龍牛 好 對對對 因為那個時候 哈哈哈哈 那時候代訓的一個球隊 就跟現在的二軍的一個 模式是一樣的 對 所以說他們那個時候已經是跟 比較二軍的職棒球員 來去做這個比賽啦 所以說在 這個熟悉度上 就不會差很多了喔 然後講到這個的話 我故意把話題跳開啦 因為他第一場在新龍 對 新龍牛 因為他打得很好 哈哈哈哈 因為在我知道他的時候 我那時候大學 然後高中畢業的時候 升大學 我第一件事情去 就是去桃園 拉米古看林志森 是 而且我是穿著 31號背號的球衣 然後拿著那個 每次總冠軍賽 都會發那個板板 正方形板板 我會把他把31號 掛在我們家 就是從桃園帶回花蓮 掛在房間裡面 然後真的太喜歡他 我之前喜歡到 我今天有帶照片來 我說超級喜歡喔 然後我還穿31號的球 那個是妳嗎 那個臉怎麼那麼遠 而且我以前帽子 她以前嬰兒陪 而且我以前帽子太超高了 不知道在幹嘛 可是那時候真的是 喜歡到不行 然後我還是去球場的時候 遇到女兒 現在她都已經多大了 當小姐了咧 對 然後還有遇到兒子 然後我就問那個小燕姐說 可以跟兒子女兒拍照嗎 他說可以 妳為什麼沒有跟自身拍照 那時候沒有出來 因為她那時候在比賽 然後我們是球迷 妳就是故意抓她的小孩子 來當那個 對 就想說 反正也長得很像 一起拍應該一樣 然後還特別去她的民宿 然後想要看看大師兄的 那個小流球民宿長怎樣 為什麼那時候 妳會選擇31號的球衣 我不知道耶 其他的球衣都賣完了 只剩下 沒有 賣超好的 拜託 而且妳那個時候版班 妳不是說妳一進去 她就會給妳31號 有可能拿到別人的 喔 對 去跟人家換 去跟球迷們拜託是 會跟我換 太可憐 基本上都會拿8號 57號 就是詹智瑤 然後52號 然後忠誠佑 忠誠佑 忠誠佑 很少拿31號 不會耶 30號拿的都是 呃 現在我發現 30號當初拿的都是大學生 然後現在都當媽媽 生兩個小孩子 然後來支持位群 啊 真的真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還有一個心願 就是希望 就是目前是299隻 拳雷打嘛 所以如果妳要開300號的話 可以叫我去接妳的球 在外野 開300號 妳打給我付球啊 300就300啊 開300嘛 還有機會啊 可以跟我講 通知一下我想去外野接球喔 其實我已經 這句話還沒講出來之前 我已經跟他預約了 蛤 那我們一起去 對 我真的很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去看他 去中興兄弟組場打 哈哈哈哈 你聽不懂對不對 因為你在那邊講球是嗎 欸你別這樣 你不行這樣子 天母棒球場真的蠻難打 打全力打 因為他逆風的頻率太高 我們可以期待啦 好啦期待一下 其實在哪一個球場打 其實都不是那麼重要 重點是打出來 我覺得 這是一個中指的一個代表性 就是代表性 就是在哪一個球場 我覺得我相信在場的球迷都會 為我鼓勵 真的 啊我這些全力打是為我們 全台灣的球迷打的 喔 這樣會講 對 他除了代表這個母隊 餵球龍隊之外 他個人的 是代表我們全台灣 對 因為還沒有人有這個成就過 應該是沒有人 那我想問看 如果是依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球團會讓你自己 直接打全力打 還是說現在場上需要你 應該是這樣講 雷尚沒有人的話 當然 我們還是以球隊 戰術為主 突然在喉嚨了啦 戰術為主 太坦了吧 因為我一直覺得 全黑島是可遇不可休 不是說就像你剛才講的 你什麼時候打全黑島 其實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明天就打全黑島 自己在家裡打 或者是打高爾布就打300萬 或者是打那個電技量 對啊對啊 這些東西就 沒辦法去預測 但我還很好奇就是 就是當你站上那個大級區的時候 你會先設定好說 你這一支要打什麼嗎 這一球你大概要打什麼 通常會先看球數落後或領先 你才會知道你要打什麼 通常第一顆 基本上 我現在上去打的 邊邊角角就是外角內角 就是頭在邊邊角角的 機率比較高 因為大家都不想當300轟的投手 那如果是我一定也想當 會被講一輩子 當那個300轟的投手 因為你也跟著出名啊 對啊 這個名字 永遠留在這個歷史上 是誰讓他打300轟的 記一輩子 剛才智慎 我們剛才講那個問題 他說 他會蓄水著這個 可能就是教練的一個 場上的一個 比賽的狀況 來去做一些戰術 我覺得這個都多想的啦 對 如果我是總教練的話 就是開綠燈讓他去做攻擊 對 就是讓他開綠燈在 開綠燈在明年度的 一個季賽當中 第一天 300轟就出現了 當然 那大家把握機會 每一場都要去跟 當然就是每一場都要跟 真的 就是每一場 只要有他比賽的一個 場次的話 就是開綠燈都有 滿場的這樣的一個盛況 好期待喔 對 滿場啦 如果可以滿場的話 我想明年開始 球迷都可以進場 為中華之綁交友 也不是說300轟啦 可能就是 300轟是一個里程碑啦 可能301啦 302 甚至看到差不多350 看能不能有這樣的一個 機會啦 那肯定要達到50歲 沒有 差不多48 哈哈哈 還自己先設定好48 48 上個月又23點 哈哈哈 好精準喔 然後一直到 因為我剛才說是2012年的時候 去看他的 但到2013年的時候 是不是發生一個 比較大的 車禍事件 車禍 對 對 那時候看了 看新聞都覺得 天啊 會不會這整季就是 我那時候車禍 其實醒來以後 我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打那個 2013經驗賽 回來 然後我覺得 這個人生也差不多了 就是 最輝煌的時候 都打過 我還跟 王健民一起打球 跟郭洪志 跟楊代港 楊耀勳 就是國際的名人 就是日本職棒的啊 美國職棒的 我覺得夠了 所以那時候車禍 我覺得 就反正是好 反正還有一年好以後 就 沒有就結束 就是結束球技啊 因為 也不知道腳會不會 跟以往一樣 最嚴重的一個部位是 膝蓋 喔膝蓋 膝蓋 就是側部韌帶全斷 然後前後十字韌帶 撕裂 那都是要修一段時間 可是那時候 我的體能訓練師 就跟我講說 我們再試看看 當然當然 他說試看看 如果真的打不好 那我們就退 那時候醫生是說要修一年 一年五個月 然後 我們那體能訓練師 他有自信說 你給我九個月的時間 所以那九個月 喔 強度很高 好辛苦喔 就是你 因為有韌帶重建嘛 所以你兩個月躺在床上 你腳都不能動 你就是在那邊 他說好 第二天喔 好你就腳再抬起來 開始抬 你不能動膝蓋 你就這樣一直抬 一直抬 然後吃水果 可是啊那個時間那麼 我相信 好想哭喔 那個時間是不是 對你來講是很煎熬 喔很煎熬 是不是那個時候的一個想法 就是 負面是比較多 我那時候就 那時候剛復健的時候就是 哇你這樣怎麼講得那麼感動 就是在抬腳的時候都還好 是兩個月後要開始踩地 第一次踩地 我出來沒有這樣踩 然後整個頭都電到那種 就踩 哇受不了我就摸著那個點滴 這樣啊各位不要走 他說不行你今天要走十步 所以我就這樣 慢慢走慢慢走 在醫院啦 對 就走到醫院的人都認識我了 當然啦 然後那邊的病人都認識我 因為人的一個 承受的一個能力 都有一定的一個限度啦 那時候你要怎麼去克服 就短短的十步耶 現在我們去走十步 很簡單 用滾的話大概就到了 對 對那時候對自身來講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 復健的一個 這個時間 那時候你怎麼去告訴你自己 沒有其實 那時候就是 已經不想 不想答了啦 就是想放棄 因為光復健我就快收回 對啊 我這一輩子最討厭就是復健 我覺得復健是最辛苦 開刀不是問題喔 是你開刀完 你要開始重新開始 OK啊 對啊 當然你 呃 當你這個 有這個念頭說 你對你的一個運動生涯放棄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到說 你放棄的時候 你未來的路 你要怎麼去 那時候還沒有想 那時候只知道 假如沒有復健成功就算了 反正之後看狀況再說 結果我的訓練師說 衝看看 我們就衝著一次 所以 在四個月以後我就開始走路 然後用那種輪椅 就是那種 用推的對不對 然後坐著往後推 就開始練了 何美 你真的是何美的偶像耶 這樣講到這樣子哭 真的 對啊 而且他堅持下來真的很感動耶 對啊 而且他再次回到場上的時候 表現得很好 喔對 那一年2014回來 其實 球隊也是冠軍 對 可是那時候打的時候 有點力不從心 因為腳的關係 站上去 幾月 幾月回來 開幕站三月 喔 就拼到我 那時候我的訓練師跟我講說 我們就拼開幕站第一場 喔 那時候真的好拼喔 站上去打 我都一直起雞皮疙瘩 然後因為 腳的穩定度還沒拿 對你還應該是要稍微 介紹一下你那時候的訓練師 對啊 會不會有很突然想 洪亞奇小姐 Pickey Pickey 對 我讓你這樣子齁 對啊 真的是 因為他一直撐 讓我一直撐著 不讓我放鬆 他後面那個動力 跟你推你的那種 喔那個這個蠻重要 那大時候是真的蠻重要 對我來講蠻重要 因為基本來說 這樣的一個痛 這樣的一個 應該說信心完全已經 已經是放棄掉的情況下 喔 後面的那個推力是很重要耶 真的 他一定要想盡辦法 讓他一直堅持下去 沒錯 那段時間是不是你脾氣比較不好的是那個 喔對 對 就常常練就不想話 那個訓練師說 阿今天做這個 我說喔 喔 就是會變成喔 很消極就對了 身體不足 因為你已經做到很痛 對 他說你就是要撐過去 但你都已經做到這個地步 就是尤其是在凹角度 我們不是有那個重量的燙 然後可以90度 對 然後我的腳要這樣 我的腳要這樣勾著這樣 哇 腳是膝蓋 對 那時候只能這樣 那腳要這樣勾著 然後我要往後坐 當然要想辦法就是讓 就拗那個角度嘛 會啪啪啪這樣啊 啊 從第一次到後面 全部壓到的時候 因為他 他裡面的一個構造 因為都是重建的 對 就是要把那個角度全部拗回來 才更讓他熟悉 就是他重新製造那個柔軟度 對啊 問題就是 你說那個訓練師的名字叫什麼 洪雅琪 然後每次都看到你這 那張臉會不會 太害怕了 因為他也知道其實我脾氣不好 所以他就是還是 那個時刻啦 就是你 他就是想辦法讓我 持續練 持續去刺激我的腳 然後他就 只剩下了 閉嘴眼鏡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我就是撐啊 我就是 不想被人家看不起 所以我一直撐 真的很感動 對 謝謝你堅持下來 有有有堅持啊 不然的話 怎麼還到現在 那而且他回來之後 他2015年的時候 對上古巴那一場 也是大家 全台灣的人 應該都被他震撼到了 我記得我那時候 在電視機裡面看到的時候 我真的也是大哭耶 因為我覺得怎麼可能 被 那個對面的總教練看不起 這件事情超級生氣的 然後一直到他打出那個 再見 超前分 超前分的時候 對 真的是叫出來耶 整個氣勢去轉換了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 我是沒有買啦 但是那時候就覺得真的很感動 那那一場自己覺得怎麼樣 其實第一次滿雷 第一次一二雷 他就保送眼吻 我第二棒是眼吻 對 然後那個MESA 就 反正我就是三陣 對啦 就三陣 因為他那一場打得很差 我打四支 他前面四個 都沒上場也不用安打 那滿雷三陣的時候 那個MESA就出來說 MESA這樣叫笑 我就這樣看笑笑的 還好聽不懂對不對 沒有我就是 我知道我聽不懂 可是我知道他 他表達什麼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我就真的在笑 因為 我上去打是 你給自己無形的壓力 就是球籃你就好好的打笑 想要失敗就失敗嘛 我發現我都常常失敗了 然後我就沒有想 然後就剛好 在一好兩壞的時候 他看我投一個很像前拋的感覺 我知道 就是這樣球就慢慢說 這麼甜 突然間我的節奏 跟看球的角度 就好像是慢動作 就這樣 累起來很好就對了 打到我就知道過了 對啊 對啊 那時候就 打出去 因為我是不想被他看不起 對啦 因為那個時候就那個狀況 因為他前幾次的一個表現 真的很不理想 然後 因為前面那個打者 對方又故意閃躲的情況下 因為那時候 基本上應該就是看自身的一個笑話了 對 看他的笑話 他剛才有講過 什麼大風大爛他們也經歷過了 我車禍開到我都要辦法復健再回去投到球場上 所以說那種心態的一個淡然就比較不一樣 就很平常心 那就好死不死 那對方的家裡又跟他挑釁 很近 還好他沒有講說 他如果講中文的話 1 2 3 4 5這樣 七百兩話 媽媽 你好嗎 問皓宇 是 真的是那時候看的真的很感動 14招英雄啦 而且其實也印證到他從小的時候 你說在台南打棒球的時候那個抗壓性 那抗壓性 跟你上舞台的時候 這是你自己的舞台 然後你不怕被人家笑 然後不怕 其實我不太在意人家講什麼 很好 因為你罵我我也不會痛 是真的啦 叫囂嘛 誰都會叫囂 因為我最近去看那個籃球賽 我覺得籃球的運動學者 心理素質一定比棒球還好 當然啦 更近是不是 他更近而且那個罵真的是 他不是罵啊就是 9 2 3 5 6 7 1 2 3 我就這樣 這麼近啊 那選手怎麼回復他 因為相信比心啊 對 相信比心 如果是他在 我跟你防守的時候 我大概也是講這些垃圾話 對啊 當然就沒什麼 他那種肢體衝撞 更大籃球 對啊 所以很難中聽不到耶 棒球還有一個圍欄 可以擋出去 對 當然就棒球場上跟籃球場上不一樣 那籃球場上是很近貼近 對 要講一些垃圾話 那棒球場上 這大概就是在休息室那邊 沒錯 比方說自身上來打擊啊 都會跟他稍微去 調侃一下啊 問問候宜 問候宜 問候宜是沒有啦 就說你最近狀況怎麼樣啊 晚餐要吃什麼 不是想要揮大棒 揮什麼結果啦 這樣子 偷問你 都一些垃圾話之類的 對 比較距離是比較遠 那我還想問說 就是你現在待了 算是三個球隊嘛對不對 對 那整個氣氛是什麼 因為對球迷來說 你們每次說 船隊的氣氛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不知道 氣氛是什麼意思 應該是說在 RANU的時候 跟RAMIGO RANU剛開始是 算日本 日本家人在帶 所以那傳統日式的訓練 重量不重子 就是要把它量練起來 因為大家都是新人 所以那種訓練是 我覺得是應該要的 就像打地機一樣 做房子一樣 那到了中信兄弟 中信兄弟就是 在威豬教練接以前 然後之前前面兩個家 有美國的嘛 然後有五副聯五種 所以他們比較 屬於美式的 所以他們的帶法是比較 開放 就是你要到了 我全部都開綠燈 我們今天沒有什麼戰術 我用問一個比較專業的話 那當然每一個球隊 你轉換了三個球隊嘛 那基本上 要成為一個好的選手 訓練量一定要足夠 那重點就是說 比較這三隊不一樣的就是 這三個總教練 的球風 球風不一樣 就是小 洪一中總生就比較 對戰術比較不會那麼要求 個性 你不要說 就是他知道 每一個選手的特性是 對 就像LAMIGO現在的打者 他知道 誰是專門可以短打 我就叫那個帶打上去短打就好 然後其他都是 以 LAMIGO應該是最大攻擊數 大概大概這樣OK 我是想說 總教練的一個 帶球隊的一個風格 就是希望他的 休息室的一個 喔 氛圍 對是怎麼樣 我是比較 我覺得那個是 先講這個洪一中 洪一中其實不會去管 我們在那邊嘻嘻哈哈 他不太會管 因為他 洪總是比較在意輸贏 他就是要球隊贏 叫贏什麼 不管你怎麼 裡面怎麼 什麼 怎麼熱鬧的 威助教練比較嚴謹 是真的 他從二軍開始 他是希望你們在休息室是怎麼樣 就是很專注在球場上 就跟日本球隊 日本球隊很專注 每一個play你都要知道 這個會發生 他會就是 比賽打到第三局 就發問問題說 欸 三號選手 剛才狀況怎麼去 喔 他 我是沒有碰到這個 有可能是這樣的 他可能年輕的選手 可能有問到 威助教練就是做 這樣子 他喜歡很安靜的 專注的選手 然後大家就是 很專注的在球場上 然後投入 就是 打拳要打回來呢 他也是很冷靜 那選手裡面的呢 我們就自己嗨啊 沒有 那時候是自己嗨 是真的 因為 就像去年我們打冠軍賽 我不是在那邊一直玩嗎 對 因為我的目的是 我要連威助教練都要玩 因為冠軍賽大家壓力都很大 壓力很大 在中興兄弟 因為我們已經很 中興兄弟很久沒有拿冠軍 對 將近十年 對 所以那時候壓力很大 那我就一直玩 玩到他願意玩的時候 其實球員就開了 對啊 那個氛圍就不一樣了 那時候 對 那真的會不一樣 哇 不容易耶 真的 你是跟誰借打 我跟張志強 哈哈哈哈 張志強是不是 因為他從 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啊 現在轉換軍之後幾乎都是這樣 就是同一個表情 所以他很ㄍㄧㄧㄥ啦 其實大家都很ㄍㄧㄧㄥ 因為我 雖然我那時候不是先發的 但是我看得出來 大家很想要這個 但很想要很容易突出 對 你只能 我只能在場下 我跟羅傑斯啊 我跟聖偉 三個就在那邊鬧啊 當然啊 就是要讓他們放鬆一點 你們算比較神敗啊 就是讓他們放鬆一點 不要壓力那麼大 然後就達成了目標 衛犬是綑中教練嘛 綑中教練就真的 比較開放自主 跟比較接近選手 對 就跟接近選手 然後那選手也不會去 因為以前教育就是這樣 選手跟教練是有隔離 一定有距離 可是在衛犬是 這距離是不會有 因為是互相溝通 不管是打擊還是手臂 哪一個教練講 他們都可以互相溝通 希望就是學長母親戴小親的一個 對對對 我去衛犬 然後群中教練也是 希望可以這樣去帶領他們 然後讓他們多一點經驗 在球場上 多一點自信 不要怕失敗 因為群中教練在說 上去打 上去打 最敗就打不好了 最差就三陣 打擊不完 就是一個失敗的方式 這就是希望說下一次 是不是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這個結果啦 就是你的心態正常正確的話 其實好的結果就會跟著你 慢慢出來 好啦 真的今天很開心 謝謝東哥 謝謝東哥 謝謝 三百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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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的球員房 下次再見 拜拜 在哪個星期間 照片